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了审核 然而 没想到的是 就在即将定档播出的时候 由于吴某千犯事 导致这部剧进入了无限搁置 然后 这部剧便开启了无限溜人模式 时不时就会传出真人补拍 或者是AI换脸的传闻 肖战 林更新 张彬彬等几位大流量男神 都被这部剧溜过 说有请他们进行补拍 但一直没有官方发话 等来的 只有一些演员自己的辟谣 前段时间 还有传剧组请屈楚销补拍的 但这些全都是网上的传言 可信度不高 然而 就在还不清楚男主该怎么换 换谁的时候 最近竟又传出了这部剧即将在2023年开播的消息 要么就是请到人补拍了 但是 那些大流量男神会愿意补拍吗 总而言之 还是修志的那句话 吃瓜不信瓜 幸福你我他 带到真瓜落 我们一起刷 所以 咱们还是多多关注杨子的剧集长相思 还有电影列读吧 毕竟这两个是真瓜 希望能够早日播出上线 毕竟杨子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演员 虽然修志对这个网传持怀疑态度 但我还是十分希望这是真的 因为青簪行等的实在太久了 要是咱们的再不播 棒子改编的就先播了 据说 棒子也拿到了簪中录的改编权 如果喜欢我的文章 希望多多评论 点赞收藏 并关注修志 后续会有更多精彩影视相关内容